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长徐国勇 新南向政策是台湾要参与国际社会 以及区域发展的重要策略 强调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及价值 为了鼓励新住民跟他们的子女 能够发挥所长 实现梦想 内政部已经连续七年 办理了一系列的计划 有海外赔利的计划 主梦计划 多元文化创意体验营 还有赔利与奖助学金等等四大计划 已经赔利了新住民及其子女 超过三万人以上 目的在于建构新南向国家 跟台湾之间的一个连结 并让外国外界更加了解 台湾是符合国际友善的一个环境 而且我们培育了更多的国际人才 更有助于推动新南向政策 分享个故事 新住民陈满里女士 从儿子奈子龙牙牙血语的时候 就教导他唱泰国的儿歌 民谣 透过海外赔利计划 让儿子同学在暑假的时候 回到泰国和亲人来相处 感受到泰国有趣特别的生活经验 让子龙更理解妈妈母国的文化 因此子龙现在的国语 有压力的那种感觉 还有个故事继续分享 周嘉全老师带着妈妈来自柬埔寨的 陈庆伟同学参加了赔利计划 老师的陪伴对庆伟来说 是非常大的一个肯定 让他的自信有显著的提升 老师也在参访的过程中 有很大的收获 我会想要去学习那边的语言 就是因为当然我会英文 但是如果你用英文跟他们沟通的话 只有让他们听到耳朵 但如果你用他们的母语 跟他们讲话的时候 那个是会到人心里面的 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留下了很多的记录 然后我会发现 庆伟跟他的弟弟庆红 他们对于这个妈妈的这个故乡 从一个地方慢慢地 他们把它视为是他们的另外一个家 因为COVID-19疫情的影响 任职部在今年暂停了 办理海外体验的活动 为了了解新住民及其子女 海外赔利的计划 历届获选者这些参与了之后 他们的影响如何 我们特别办理了问卷的调查 以及焦点的座谈 在这一次回收的659份 有效的样本当中 显示了有八成以上的新住民家长 子女以及他们的师长 认为参加赔利计划以后 有助于未来职业的一个发展 调查也发现了 96.1%以上的新住民子女 在参加赔利计划以后 提升了对新住民家长的身份认同 有94.1%的师长认为 学生参加了本计划以后 更愿意展现自身新住民的身份 显示出该计划的成效 同时也有78% 这些市长认为参加本计划 有助于我们政府来推动新南向政策 透过移民署的这个计划 然后回去越南去取材 然后总共做出了24款的越南文化的布华 例如说像是越南比较著名的国府奥黛 还有大家比较显为人知的越南咖啡 还有斗笠跟独木舟跟鱼鹿等等 由此可见 参与海外的赔利计划 对师长对学生 都有相当正面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